平甩功 保持轻松 平甩功 走 听数数目字 轻松的甩 到第五下的时候 膝盖往下蹲 像弹簧一样 不要僵硬哦 要轻松的弹两下 平甩功从一到五 第四下蹲太快了 第六下蹲又太慢了 刚好在第五下 最舒服 这是我们李凤山师傅 特别体会出来 跟大家分享 刚好一到五 就是五湖灵门 很多人透过平甩功一到五 比如说他自己有宗教信仰 他就会用一二三四五 作为他的念佛号 或者是像基督教 用一二三四五 来赞美耶稣 所以有各式各样宗教的人 他们也很喜欢练平甩功 所以他是超越所有的族群 所有的信仰 大家都可以透过平甩功 练出健康 我也听说很多人 说我有自己的运动 然后他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学习的动作 他都可以来练 说实在的 很多的动作都可以练到健康 但是健康一定要靠天天持痕 持续地去锻炼 这么多的动作 就很难持痕了 说到持痕 平甩功这么简单 他就从众多的 帮助身体功法里头脱颖而出 天天透过简单的练习 就可以让我们把所有的情绪 压力跟这些不舒服的东西 全部放下 自然地跟我们身体的频率对话 您会发现 身体的频率 就是整齐划一的节奏 每一个细胞 去感受它 到最小的单位 从平甩的过程里头 这个气自然地喂进去 在喂的感受里 让自己轻松 让自己稳定 好 我们来看 停下来 两手不要用力 自然回到身体两边 咱们练功 健好就收 十分钟 稍微休息一下 让自己稳定 把气调匀 身心达到最好的协调 而后 气就会越来越长 有一天 就会到我们的小腹 成就 腹式呼吸 眼睛慢慢张开 平甩工 介绍给大家 哇 真是太棒了 但是 我常常在公园里面 散步的时候 有时候会看到 也很多人在做平甩工 但是有的人呢 他就越甩越快 有的人呢 就越甩越优雅 越慢 所以观众朋友们 一定会很好奇了 到底说我们在平甩的时候 这个速度应该要如何掌握呢 是 要依照我们在课堂当中 刚刚所听到的速度 慢调思理 不急不缓 一快呢 心就会浮躁 慢下来就容易心平气和 所以我们顺着规律 听着节奏 就是最好的平甩 练功的角度 原来如此 谢谢姚教练